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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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朱碧子 鬼面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片 將在10月16日於日本上映 為了紀念劇場版的上映 本週發售的《週刊少年Jump》雜誌上 刊載了19頁的特別短片《戀獄零卷》 同時這則短片 也將會作為劇場版的電影入場特點 送給觀眾 該短片由鬼面之刃的作者 吳卡忽世勤老師親自作畫 講述獵獄性獸狼 在成為炎柱之前 第一次出任務時所發生的故事 妻子因病去世後 原本積極向上 樂於教導孩子見術的顛獸狼 因不堪喪妻之痛而放棄習武 不但捨棄了作為炎柱的職責 也不再過問兄弟二人的一切事情 甚至還開始敘舊 無論是你還是千獸狼 都沒有多少天賦可言 就不要再做那些虛無飄渺的夢了 炎柱 注定要在我這一代結束 你是無法成為炎柱的 聽完父親的這番話 信獸狼心想 依照父親的說法 是否意味著 一個人若無法得到所有人的認可 就連追尋夢想的權利 都不配擁有呢 那些沒有天賦與力量的人們 為了實現夢想而付出的努力 以及想為他人做些什麼的心意 真就像父親所說的那樣 一文不值嗎 接著信獸狼走到了 正在院子裡練劍的弟弟身旁 弟弟千獸狼對於自己沒有發現 哥哥的靠近感到很羞愧 信獸狼向弟弟表示 沒有什麼好抱歉的 正是因為你全身心都投入到訓練中 才會沒發現我正向你走來 這是天大的好事啊 受到哥哥的誇獎 千獸狼非常開心 接著信獸狼摸了摸弟弟的頭 並對他說道 我就要第一次正式出任務了 這段期間家裡就麻煩你了 看著哥哥離去的身影 千獸狼突然喊道 我會努力訓練 爭取早日成為像兄長一樣厲害的人 而弟弟的這句話 卻讓信獸狼想起了一段插曲 當年還沒成為鬼殺隊成員的信獸狼 曾出手救過一個男孩 當時男孩的年紀與自己相當 即便武器已經在最終選拔的戰鬥中被鬼折斷 渾身顫抖的他仍然沒有鬆開手中的斷刀 事後男孩哭著向信獸狼道謝 並表示希望自己能變得像信獸狼一樣 用強大的實力保護同伴 不再讓惡鬼奪走任何人的性命 信獸狼起初也想笑著回應男孩 希望男孩能和自己一起加油 努力成為正式隊員 然而 當他仔細凝視浑身發抖著的男孩後 有一瞬間 信獸狼突然語色 停頓了一下 才將心中的那句加油吧 說了出口 與此同時 信獸狼突然想起 父親之所以對自己和弟弟都很冷漠 是否就是因為父親心中有著不想讓他們死這樣的念頭呢 然而 父親若不將真正的心意說出口 信獸狼和千獸狼也永遠不會明白的 信獸狼感到任務現場後 鬼的身旁早已躺滿了一具又一具鬼殺隊成員的屍體 唯一存活的是一名移位在屍體懷中的孩子 看著夥伴們的屍體 信獸狼感到非常憤怒 隨機揮起刀刃砍向惡鬼 惡鬼也不慌不忙地拿出武器對抗 吹響笛身後 惡鬼的身旁立刻出現了兩隻猛犬 在惡鬼吹響笛子的那瞬間 信獸狼也趕緊用雙手捂住了耳朵 面對信獸狼的迅速反應 惡鬼相當讚賞 原來這隻惡鬼的笛聲 能夠干擾人體內的神經 一旦中招將立刻倒地 且無法隨心所欲地控制身體 屆時惡鬼便會讓身旁的兩隻猛犬 將倒在地上狼狈掙扎的人類給吃掉 接著惡鬼還對信獸狼說出了一段相當諷刺的話 你們人類日復一日進行的那些斷練 老夫只要一陣笛聲就能將其化為烏有 看著兩隻猛犬迎面而來 信獸狼沒有任何一絲絲猶豫 他立刻鬆開了捂住耳朵的雙手 舉起刀刃砍向兩隻猛犬 沒等惡鬼反應過來 下一秒信獸狼便斬斷了惡鬼的頭 當自己的頭被砍斷了之後 惡鬼才意識到 原來信獸狼早在抬起雙手捂住耳朵時 就已經用蠻力將自己的耳膜給震破了 面對惡鬼的疑惑 信獸狼補充解釋道 是夥伴們所留下的手勢暗號 向我揭示了你的特殊能力 由於身體早已不聽使喚 因此可能使手勢失準 但這些碎片化的情報 也足夠我用來應戰 隨後怒含著自己即將晉升為十惡鬼的惡鬼 也漸漸地消散了 就這樣信獸狼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任務 成功底從惡鬼手中救下了 手無寸鐵的小孩 安撫完孩子後 信獸狼握著早已死亡的夥伴的手 在內心裡對著這些死去的夥伴們說道 多虧了大家 我才能救下這個孩子 謝謝你們為了保護其他人 而戰鬥到最後一刻 謝謝你們同時救了我一命 我真的好希望自己將來某一天 也能成為像你們這樣出色的人 對信獸狼而言 人生中會重複經歷許多次的選擇 然而擺在眼前的選項 卻絕非無窮無盡 能用來思考的時間也是有限的 這些刹那間做出的選擇 堆疊在一起便構成了我們的人生 那些選擇為了保護其他人 而舍命戰鬥的人 無疑是令人敬佩的 這種單純的想法和他們有沒有天賦無關 他們絕不是為了得到稱讚而獲出性命 迎戰惡鬼 而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對他人見死不救的信念 才讓他們聽從了來自靈魂深處的呼喊 做出這樣的決定 以上就是無強忽事情老師 在鬼面之刃完結五個月後 再次於《宙刊少年Jump》上 所發表的短篇作品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期待 信手郎將會在鬼面之刃劇場版 無限列車篇中如何大顯身所吧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訂閱我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